剛剛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先定義名稱 定義這個名稱 那定義名稱部分除了說可以從這邊之外 也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定義名稱 這邊也可以兩個都可以啦 不過我發現 從這邊簡單一點點 這邊會需要多幾個步驟 那最後我怎麼知道說 我將來按F3 會有多少個名稱出現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裡面 看到你這個地方 你定義好的名稱有多少個 那將來如果你要刪除也可以刪除 修改也可以修改 比如說你今天 選的範圍錯了對不對 你也可以點擊其中一個 再點下面 他會告訴你這個範圍是不是你選的 如果選錯 或者是說你要重新再選一個新的 你也可以從這邊選完之後按打勾 就套用上去了 所以都可以從名稱管理員裡面 去做一個你的 一個範圍的管理 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用的機會還蠻大的 好 那最後的話 統計分析出一個結果 一個 這個做好之後就複製貼上 再把它 相加 最後用RANK EQ 去把它做排名 那我想 兩個 部分 一個是 我希望 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CTRL SHIP向下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CTRL 是方向 SHIP是選取 所以把這個選取起來之後的話呢 做什麼 做常用裡面的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我今天希望 那個7個號碼 也就是說 它的排名 是在前7 前7的 讓我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可以什麼 新增一個規則 設定格式化裡面新增規則 當然這個可以不用寫VBA就不用寫VBA 那你用VBA也可以啦 寫一個VBA程式也可以做到 只是說呢 如果你不想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用 這個新增一個規則 那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從什麼 這邊有很多選項嘛 比如說 這個指格式 最簡單的 也許你可以儲存格裡面的指 怎麼樣 如果是 小於 或者是 應該是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7 的話 那你就設定一個格式好了 比如說這個格式 你可以是 字的顏色 是紅色 底色的話呢 是黃色 切回過來 看一下應該是這個 這個 顏色是紅色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它的格式 就探望這個 如果是 小於等於7的話 這個範圍裡面按確定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12號 21 等等的這些 但是其實 還不方 不太方便 最好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這些號碼 幫我列在這邊 比如說 找到這邊 小於等於7的 就幫我把 本來 比對是比對 一籃 資料是把 A籃的資料 摳過來 那 我希望 可以怎麼樣 一鍵完成 不然你要怎麼 以前的話你要 人工處理是 看到 往下看 看到了 12 那你怎麼樣 這邊打個12 或者 有沒有 然後這邊看到了 21 再往下看 27 這樣子其實 有點麻煩 如果每次他在做一次 你不知道他在做 所以有沒有什麼策略 最好是 多一個按鈕 對不對 這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 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的策略 該怎麼做 答案的話 其實已經在雲端上面了 所以你要做的話 你可以這樣 往下找 那特別注意 VBA的結構 一定是 它一定是一個 public的一個sub 當你public 沒有沒關係 它是一個sub sub其實就是一個 副程式的意思 就是在這麼多程式裡面 它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紫程式 你可以叫紫程式 反正 sub開頭就對了 他的名稱一定是空一格 叫做前七名 這個前七名是我自己取的 你用英文用中文都可以 他都接受 然後後面的話一定會有個小瓜糊 這個小瓜糊是傳遞參數 如果你沒有參數 你不傳 你不給他沒關係 他一定會有個對 對稱 有sub一定會有個 and sub 所以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這邊沒有and sub 他會不知道 你的結尾在哪裡 程式就沒辦法walk了 所以他的結構 一定要是完整的 缺一個都不行 所以其實 如果工程師做久了的人 真的就會很吹毛求疵 有這個沒那個不行 所以 這個當然是一種習慣性 因為他 不是 很有 他不是感性的東西 他是非常理性的 所以其實 學理工的人 通常是一板一眼的 這感覺 感覺沒有情感 那沒辦法啦 因為這個語言 就是這樣 語言特性 他不會說 還會跟你溫柔的提示一下 沒有這回事 所以你就掌握要訣 因為他也軟不起來 很希望可以讓他 可以 讓他有生命一點點 可是可惜 沒有辦法 而且他用的語言 都是英文的 他沒有辦法用中文 能用中文的 大概就是 他的名稱 那 如果你將來要把它完成的話 很簡單 Ctrl C 然後怎麼樣呢 切到 這裡面喔 可是這個按鈕 你現在按沒有效果 你必須要先 把 其他命令 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叫做 制定 功能區 這個一定要把它 開發人員 打勾 按個確定 你的開發人員呢 才會出現 所以 你要把這個機關打開 那表示 你已經 晉升為 開發人員 不然你不會隨便打勾這個吧 不過一般人應該不會把這個打勾啦 所以以後呢 你去看別人電腦 的Excel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他上面是有開發人員 這四個字的話 表示 他的程度應該是 比一般的高一些些 所以你要 所以建議啦 你是一定要記起來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這個夜籤 才會出現 不過 打開之後 其實 會稍微沉重一點點 因為這個 會稍微 比較不容易 這邊就有個 Visual Basic 那我們程式呢 就是寫在這裡 就是寫在這裡 那這影片的話呢 打開來之後 應該理論上 你不要開太多了 因為我剛剛是開太多個了 理論上呢 應該是 會看到 我們這邊有專案名稱 叫做範例 裡面的這個 中獎機率 那我應該是 因為我開比較多個 理論上你們應該是 最下面這一個 就這一個 如果說你要寫VPA程式器的一件事 第一個 先把那個 開發人員打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 要先給他一個模組 所以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你才可以開始工作 所以這個 幾件重點 第一個 把你的開發人員 把它打開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在 開啟你的那個 Visual Basic環境 我建議這個可以浮動的 因為一般是 一邊看著 裡面的需求 一邊撰寫程式 再來的話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也就是說呢 你等一下要寫的東西 通通要放在這個模組裡面 如果你有在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恭喜你 後面應該沒問題了 好 這很簡單 這個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貼上完之後的話 其實他就可以Walk了 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 這個按鈕我已經把它做好了 所以 他其實是指定一個聚集 剛好是前七名 剛好就是那個 那個程式 所以點擊下去的話 他就可以Walk了 不過 怎麼寫出來的 等一下 再來講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是有點難度 但是不是那麼難理解的 因為他的程式 就這麼幾行 OK 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把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這個 記得是從這個箭頭裡面 其他命令 的制定功能區 這邊打勾 再到那個 Zvizio Basic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貼上 它Walk 來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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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